最近有段视频让很多网友产生了好奇 原来是一只海豚在轮船囚匕首前方不停地打转 仔细一看这只海豚几乎没有摆尾 却能在横滚中被囚匕首稳定地推动前进 看来海豚是通过不断旋转 并借助囚匕首制造的某种力量而前进的 要想搞清楚原因 需要首先研究这个给轮船剪组的囚匕首是如何工作的 正好附近还有一艘散装货轮正在航行 虽然海面风平浪静 但这条船掀起的波浪却显得有些异常 只见船头推起了很高的首波 虽然这看起来更有气势 但却使货轮承受了更大的星波阻力 而原因则处在船头部分 观察水下发现 该货轮采用了常见的前倾型首部 虽然船手曲线和水面有一定夹角 能有效防止上浪 但迎面而来的水流冲击到首部后 就会使撞击面的水压升高 导致一部分水流被升高的水压推动向上方运动 使水面抬升 而高压区移走后 水面又会下落 于是把这列因轮船前进而形成的水面波 称为首波 由于首波的波速和传速相等 因此二者相对静止一起前进 如此一来 首部的压力升高区域 就通过不断推高水面来制造首波 将一部分轮船航行的动能 转化成了波浪运动的能量 船只因此而承受的阻力 称为星波阻力 该阻力的大小 与波高的平方和波宽成正比 因此波浪高度增加 星波阻力就会急剧增大 而减小星波阻力多采取以一致一的方法 既然船手能推起波浪 那么水下一个头部圆盾的突破体在前进时 当然也能制造波速相等的首波 如果惊喜优化突破体的外形 并选取适当的安装位置 就可使这两列首波的波峰和波谷正好相对 于是迪加后的实际波高就会受到较大抑制 从而显著降低星波阻力 但问题是这两列首波要形成较理想的叠加 就必须让波速处于一个狭小的速度区间 通常该区间的速度差不超过两节 航速过快或过慢都会使球匕首失效 因此安装球匕首的船只 都是常年运行在两列首波的理想叠加速度下 既然球匕首的作用就是用来推起一列首波 那么水流同样会在前端的冲击面上减速压力升高 并被压叉推动贴着表面向四周运动 所以从球匕首正前方而来的水流 会在减速中不断扩大流道的截面积 于是在突体附近形成了喇叭状的流场 由于一般的鱼比较笨 不知道这个流场的好处 所以只有聪明的海豚会利用它 方法就是先游到球匕首正前方 让鼻子对正球匕首的中线 同时将尾部下弯 使尾部和扩散状的水流保持一定的引脚 这样尾部迎流面就会因水流冲击 而受到指向海豚前侧方的水流动压 同时海豚弯曲的身体就像一个机翼 又在水流中产生了和来流方向垂直的胜利 这两个力的食量和 就是海豚受到了力和力举 驱动它一边前进 一边向身体弯曲的反方向横移并旋转 如果放任不管水流就会开始冲击海豚肚子 并将它推向球匕首撞个前滚翻 但是蹭传的海豚又不想费力调整 于是它想出了巧妙的旋转推进法 就是让下弯的尾部稍微向侧面偏斜 这样水流就等于冲击到了一个偏转的方向多 使尾部又承受了侧向的水流压力 于是推动身体绕着重心横滚起来 这样海豚受到的水流作用力 就变成了维持小半径横滚的向心力 让身体始终在球匕首的正前方打转 从而确保水流能够持续冲击到弯曲的背部而产生推力 但这个方法的效果是阴豚而异的 有些业余级的海豚转几圈就会头晕目眩 只能将尾巴向另一侧偏摆进行反向横滚 企图借此缓起眩晕 但这样效果不张 因此往往被气得火猫三丈 然后骂骂咧咧地跳出水面 而那些常年蹭传的横滚老油条 则可绕同一方向长时间旋转 虽然头还是有点晕 但他想到反正躺平不动就能被推着走 这还要啥自行车呢 感谢观看